这一集讲的是犹大他们家的故事 准确的说是犹大他们家的糟心事 家家都一本难念的经 犹大他们家的经特别难念 最后还念歪了 我们看这个故事怎么说的 第一句直接翻译成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犹大离开了自己的兄弟 这个词是犹大的名字 这是兄弟的意思 在古代的写法 然后他来到一个希拉赫人 希拉赫族的亚都男人这个地方 后面他的路上就碰见一个家男人的女儿 这个词是家男人的意思 把他高亮一下 这个女孩子的名字叫舒雅 他看着舒雅很好看 然后就把舒雅娶多老婆 兔克尔就娶多老婆的意思 I went in on to her 就是男女之事 之后三句就是讲 这个舒雅生了三个孩子 里面有两个词 就是一个词 这个词是怀孕的意思 这个词生孩子的生字 后面都一样 我们把它已经列出来了 除此之外没有什么生词 整体一个孩子的名字叫尔 第二个孩子的名字就尔奈 第三个孩子的名字叫士拉 除此之外 这三句里面已经交代得很清楚了 生三个孩子的时候 他们在这个地方 叫chazzy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地名 一个代号 生这个孩子的时候 孩子长大了以后 犹大就给大儿子 娶了个媳妇 大儿子尔 他的长子 first of all是长子的意思 to a wife 就是娶一个媳妇的意思 这个媳妇的名字叫tama 就是他儿媳妇 后面很多糟心的事 就是tama 他作样作出来了 我们看第七句 尔这个人 尔这个人是犹大的长子 他在上帝的眼中 是一个很邪恶的人 后面一句就这么翻译 是一个很邪恶的人 这个词 高亮这个词 玄中的这个词 就是邪恶 做的不善之事 不善的人 邪恶的人 in the sight of the Lord 就是上帝的眼中 这个 sight是眼光所见之处 直接翻译成 他的眼上帝的眼里边 这个词呢 死路是杀掉的意思 上帝就把它除掉了 再看第八句 第八句就是说 大儿子死了以后呢 这个犹大 他就对他的儿子讲 犹大说什么呢 这他二儿子的名字说 going unto going unto 后面接个 后面是brother's wife 就兄弟的妻子 这个部分直接翻译成 成夫妻 成情男女之事的意思 marry her 就是和他结婚 and raise up seed to side brother 这个raise up seed 就指立一个后嗣 这个seed是后嗣 后嗣子孙的意思 这个raise up 把他的后代立起来 因为他还没有 妻子还没有怀孕就死掉了 这个thy是你的意思 you're在古代的写法 再看第九句 这个老二呢 老二就心想 他不想把他的孩子 给他的哥哥 就这么说 the seed should not be his 就说一旦 长嫂生了孩子以后 这个孩子又不是他的了 就属于他哥哥的意思 这个seed还是生孩子 子孙后代 苗逸的意思 and it come to pass 之后 当他和他的 这个应该叫嫂子的人 他们行夫妻之事的时候呢 他就干了件什么事 went into 直接这么翻译 他就直接弄在地上 直接弄在地上 这句一带着过 不再讲 the last that he should give seed to his brother 就是免得把这个孩子 给了他兄弟 the last is免得以免的意思 这个seed是孩子子孙的意思 再看你十句 他这么做呢 老二这么做呢 在上帝的眼里 也是一个很坏的行为 这个place的是 本意是高兴的意思 前面加个dis 就是反义词 不高兴 就是惹他上帝很生气 那上帝 他把老二给除掉了 这个思路是杀掉的意思 再看你十一句 这个那么现在的犹大 就只剩下一个孩子 就是老幺 老幺还没长大嘛 此时呢 这个犹大呢 就对他的儿媳妇 这个他嘛 对他讲这个他嘛 是他的名字 儿媳妇的名字 这个daughter in law 是儿媳妇的意思 这个sine in law 就是女婿的意思 他说你回到你父亲的家里面 去守寡 去守寡 这个威德是寡妇的意思 他心里打的一个算法 就说他认为他两个孩子的死 大儿子和二儿子死 可能是因为他的儿媳妇 给他克死了 其实他不知道是上帝 把他两个儿子带走了 好 这个等到 tear是直到一直长大 我的小儿子世拉长大 世拉长大 然后把你会嫁给世拉 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这girl是长大的意思 这是世拉的名字 小儿子的名字 他心里面 因为他心里面犯嘀咕 这个last是以免 免得什么呢 免得他的小儿子也死掉了 黑代 就是小儿子也死掉了 就像as his brother 就像他的两个哥哥一样的 两个兄弟一样的下场 两个哥哥一样的下场 这个词呢 他就跑到自己父亲家里去住 这个词是居住的意思 再看你十二句 十二句就是说 in the process of time the daughter of Shua Yuda's wife died 就说之后 这个犹大他的妻子去世了 就这么意思 屈子这个舒雅去世了 然后呢 这个犹大就为他这个扶桑 扶桑 扶桑守了一段时间 之后呢 犹大稍微感觉 心里好受一点的时候 这confer就这么翻译 稍微感觉好一点的时候呢 他就来到一个地方 去哪里去 给他剪羊毛的这个人所在的地儿 这个词是剪羊毛的人 是一种职业 是羊的意思 后面就是剪羊毛的意思 应该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名一个代号 不光他去 他还有他的朋友 he and his friend 他还有他的朋友 后面就是他什么朋友 就是这么一个朋友 后面是朋友的名字 和朋友来自的一个地方 一个代号 我们就不用管他 后面这个朋友 还帮他干了一件糟心事 再看你十三句 十三句就是说 it was told to trauma 这个it指的就是有人啊 某人向他嘛 跟他嘛说 说什么的 你听啊 你的这个老公公 来到这个叫 Timas的地方 来剪羊毛 这个timas就说 他要去的这个地方 这是地名 前面也提到了 这是这个地名 这个词是动词 是剪羊毛的意思 这个词是名词 sheep是羊的意思 善羊的意思 给山羊剪毛 剪羊毛 有可能是他跟朋友 一起赶着羊去那剪羊毛 第十四句 那么sheep就指着 他的儿媳妇 这个tama tama就 把他手刮时候 穿的衣服脱了 这个vido是寡妇的意思 这是寡妇的意思 这个是寡妇穿的衣服 gamas翻译成服装 把服装 把这个手刮衣服脱掉了 之后呢 cover her with a veil 这个 veil 是把头 遮盖起来的头巾 面纱头巾之类的 把自己包裹起来 wrap it herself 这个是 wrap 包裹起来的意思 之后他做到空旷的旷野 这个空旷的旷野 wish by the way to Timas 这个空旷的旷野 是到Timas这个地方的必经之路 通往这个地方的路上 他想看一看 家里面老公公 带着家属过来的场景 结果他看到 这个叫小儿子 士拉已经长大了 好 Groo是长大的意思 因为之前 他老公公许诺给他 等士拉长大了 就把他嫁给士拉 但是他却没这么做 she was not given to him to wife 但是所以呢 此时呢 他的心里面 Timas的心里面 就生起了恨意 之后呢 他就做了件蠢事 去惩罚他们 很恶心的惩事 蠢事 再看第15句 犹大呢 就看见他坐在路边上 他就想 这个黑的字 就是犹大自己 他就想 I sold her to be an 好 这个词呢 是翻译成亲楼女子的意思 唱鸡的意思 因为呢 他用在这个地方坐着 并且呢 还盖着他的面纱 有可能就符合 当时的一个特征 我们再看第16句 16句 这个犹大 犹大自己呢 就turn onto her by the way 这路上呢 转过头去 走到这个女人面前 对他说什么呢 说的这么一句很恶心的话 Let me come in onto you 就是我与你同情 是这样的意思 后面有个括号 就说犹大 他并不知道 这个蒙着头巾的女人 是谁 是他的儿媳妇 之后呢 这个儿媳妇就回答他 回答他说 你会给我点什么东西呢 你想干这种事情 我会给你一只山羊 给你一只小羊羔 羊群里面 从羊群里挑一个什么 导致的本意是孩子的意思 羊群里面的孩子 就没长大的小羊羔 他就讲这个他就回答这个事 这个父女就回答说 他说你得给我压点什么东西在这 因为你把这个小羊羔送过来 还得一段时间 在此接下来 你得给我点保障 这个词是保障的意思 他就回答这个事 这个贴QEU还是你的意思 这个Wheel还是Wheel的意思 Wheel在古代的学会儿 一直到你把这个小羊羔送过来 我就把这个保证据还给你 这个尤大就说 He said 你想要什么呢 想要什么保障的 这个词是保障的意思 这个贴QE 贴QE是你的意思 我给人什么东西做保障呢 这个女子就回答 他儿媳妇就回答说 三样东西 这是一样东西 这是一样东西 还有这也是一样东西 我们看这样三样东西 分别是什么意思 第二样东西 就是第一样东西 前面就是你的 你的什么东西 你的印章 你的印章就是官府的大印 这个印章 有可能这个地方指的是他四人印章 这个东西 第二样东西是他寄印章的绳子 第三样东西是他的手杖 这个stuff是手杖 处着走路的拐杖 配合这三样东西 In sign in sign in hand 就是在你手中的 这个T-H-I-N-E 是你的意思 在你手中的这三样东西 于是他金虫上老 就把这三样东西给他了 于是就干了这种事情 这个词 这个刀量的部分 直接发现干了这种事 他干了这种事 干了这种事 之后呢 这个儿媳妇就起身走了 儿媳妇就起身了 问他位就是走了的意思 走了 走了以后 他就把身上的带着那个头巾 蒙着自己脸 头和脸的这个头巾 就取下来了 这个威尔士头巾蒙着面纱的意思 好 取下来以后呢 他就穿上他之前手挂的衣服 这个词 Widdlehood是手挂的意思 这个garment是服装的意思 翻译成服装衣服就可以了 犹大呢 就把就打发人 把这个山羊给他送过去 答应他给他那个小羊羔 给这个给这个女的送过去 但是这个人却没有找到这个女的 这什么意思 这个kid就是前面你们这个羊群里边的小羊羔 从他手里边把这个东西交给他的朋友 犹大干了这种事 还把他告诉朋友 然后让朋友把这个东西送过去 把嫖子送过去 犹大真是个恶心人 自己的老婆刚去世就干出这种事 还跟朋友在那说 让朋友去帮他办事 犹大确实是一个很人渣的人 把这个小羊羔放到他朋友的手上 这个朋友的名字 这个里面就是他朋友的名字 让这个朋友把他的东西换回来 这个receive可以直接翻译成 把东西收回来换回来的例子 这是他前面给的保证金 给的保证 比如那三样东西 一个图章 一个既图章的绳 还有一个拐杖 从这个女的手中换回来 但是他却没有找到这个女的 第二句就说 这个人就是犹大的朋友 他牵着羊就去问当地的人说 你们有没有知道 此个青龙女子在哪 当地人就说 我们这没有一个这样的人 唯一的一个生词就是这个词 这翻译是青龙女子 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二句 这个人他没有找到 就Riturn的回到了犹大的身边 对他说我没有找到这位女子 当地的人也说 也没有这么一个人 也没有这么一个 此地没有这么一个青龙女子 再看二十三句 尤大就说 Let her take it 就说让他把这些东西拿走 我就不要了 后面有一个 免得他免得别人笑话 我嘲笑我 这个是笑话嘲笑的意思 这个Less的免得已免的意思 奇怪的是 尤大干出这种事 他不觉得耻辱 怕别人笑 他把这些东西 他却怕这个 怕他去要回这个东西 这个事怕别人耻笑 这个驾驾官真是很恶心 I think this case 就是说他的朋友说 我已经把这个羊羔送过去 但是他却没有找到 他就不能怪我 二十四句就说 It come to pass about three months 三个月后有人告诉尤大 这个It 这反映成有人 谁呢 某个人告诉尤大 称是你的儿媳妇 Tama 他做了娼妓 做了娼妓 Tama是儿媳妇的名字 Tai is 你的意思 Daughter in law 是儿媳妇的意思 Has是have 在古代的第三人称的媳妇 Plaid the other 就是他已经做了什么什么 见不得人的事 他也怀孕了 因为做娼妓的原因 二十五句 他就被带过来了 带过来以后呢 他就打发人呢 去他老公那儿 跟他老公说一句话 send to her father in law father in law 老公的意思 说什么呢 他就亮出这三样东西说什么 Bideman就是这个人 就是哪个人呢 这个人呢 Who those are 这个人呢 就是我所怀的这个孩子的父亲 是他的孩子啊 他说你仔细听 这个词design 翻成仔细听 你仔细辨别一下 仔细认一下 我跟你讲 Whose are those 这些东西属于谁的呢 这三样东西 一个是他的图章 盖的图章 个人的个人的章 这个呢是记章子的那个绳子啊 这个是他的手章 这三样东西是谁的 那这孩子是谁的 尤大一看就明白了 尤大 就是认出来的意思 认出来这三样东西 他就说啊 说这么几句啊 这个女的虽然说是很可恶啊 很下贱 但是我比他还下贱 他在我面前是个好人啊 这个has是have的意思啊 has在古代的结婚啊 有他就是有的 他有啊 他有 他在我面前 他是个好人 这个righteous是好人的意思啊 他比我跟我比起来 then I就跟我比起来 他是个好人 我比他还不是个东西啊 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that I give her nose to Sheila my son 就说我之前答应他 把我的小儿子是拉长大以后啊 就嫁给他小儿子 结果我没做到 所以说他就做了一件什么这种事 做出这种事来 从此以后啊 这个从此以后呢 尤大再没有碰过这个 这个女子了 这个new直接没有翻译成这个 夫妻之事的意思啊 男女之事 再看27句 之后三个之后一段时间呢 那个这个 这个儿媳妇他就怀孕了 这个女子就怀孕了 这个词是生产的意思 要生孩子的意思 预产期就要到了啊 他肚子里面是一个双胞胎啊 这个词呢 他的本意是子宫人体里面一个器官啊 在这儿翻译成他的肚子里面 就出一次双胞胎的意思 二十八句啊 到了他要生产的时候啊 后面加了个一地 就说要生孩子 那天就要生了啊 这个小家伙呢 就从妈妈的肚子里面 把手伸出来 这腕就是指那小家伙 put out his hand 把手伸出来 这个词是接生婆的意思啊 接生婆呢 就拿了一个红绳 扇在这个孩子的手上啊 认一下哪个是老大哪个是老二啊 这个是红色的意思啊 这个是红色的意思啊 把这个绳子啊 红色的绳子绑在手上 bound upon his hand 就是那个小小BB的手上啊 然后就说这个是先出来的 标记一下 结果不巧啊 这个小孩子他又把手缩回去了啊 这个就缩回去了啊 然后呢 这个小家伙的兄弟也跑出来了 这个兄弟是之前出生的 结果呢 虽然说他手上记得红绳 但是他也是弟弟啊 啊 十一赛就说这个 接生婆说 说什么的 哎呀你们不要挤 你挤什么呢 快把妈妈的肚子挤破了啊 这broken是破了的意思啊 这个bridge 挤了个口子的意思啊 就说白了 就不要让孩子挤了啊 这个删出来的孩子名字叫Frez 后出来这个孩子呢 手上记红绳的 afterward 之后呢 后出来是他的兄弟 his brother 做兄弟的名字呢 就是那个手上记红绳的 scully thread thread 神的意思啊 这个scully是红色的意思啊 这个小教绳 后出来这个小教绳叫Zara 关于本节的分享就到这儿